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2005的 对这场比赛被人们称作 马德里德比 当然 这个马一座小城市 实际是首都马德里的一个卫星城 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 那就这是塔罗斯 皇家马德里 他们虽然打不上主力 但是 这些曾经在好马德里 被他们打门打在了人墙上 还干扰了一下其他呢 目前黄马队内虽然 有些乱 战绩也不是特 成功很准的话 其他也可以 先看这就 这种破坏你的 皇家马德里的节奏 里经济队租来了一个 罗马尼亚的后卫 3号佩尼亚 4号贝伦古稳 23号特纳 有趣啊 上赛里黄马大多数情况下的 主力中卫达 其实刚才场上所有的人都以为他要小斜线横着传回来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 射门角度是0 不是更多的要脚下去 是吧 小罗要脚下去 看这球 好球 机会 打门 漂亮 罗马尔多 要不给人感觉像坦克呢 其实这球我们看 就让罗马尔多冲起来了 这球其实传的有些靠前 这个边位上去补位的边位啊 挺位挺好 想起脚啊 打不了 其他类 他以前拿球 向前是跟我威胁 现在更多的想回南 摆脱一两名防守转以后 给自己同伴创造出 三个开头字母 是相同的 我比你要把球让其他内 三尔加多 其他内 也大 打了明年世界杯之后 状态能不能长久保证 还是个问题 黄马现在在两个边后位的问题上 一直在找接班人 右后位 可能塞尔加多那一侧的接班人 已经找到 就是冬季转回期将要过来的 这个目前在圣保罗踢球的 巴西新罗角 西新尼奥 好 阿斯利克在一走 包括亨利 要发挥 没错 应该让他浑环也更大一些 在上面上打到将近三十分钟 罗比尼奥几乎就在右路 这种单向的 所以这样的 尤其是他更喜欢 找罗纳尔罗的配合 关键球的处理上 罗比尼奥 或者说还是欠点火候 伤得比较重 没有缺席很长时间 所以鼓励看来这个队长动作 并没有对黄马警告 其他那些 甚至关键 看这 犯规很比较危险的 他就没有给他后方警告 但是你现在再多 从这种技术 看来说呢 还看不出到底谁是主场 哎呀 其他那 又丢 状态 下滑的太明显 嗯 我看这种又是 像以往这种 就能拿着 好像现代 现代独播 发展到目前 里地 还有一个古萨 11号 19号 其他那 下西亚 哎 这就 应该直接撑对 对 左路的负担很大 把他都带给其他内 现在当错了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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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 到回转 对 看我们这个 从场上 他的感觉来看 都有点 我也不知道说我队友说谁 但是大家踢成这样 打表 哎 其他内 阿波利斯达 嗯 他还找其他内 这是他的危险区域 往外已拿没了 这只有这样 全部都当了 对方都站稳了 站好了 越位了 越位了 其他内 哈文这一下 防守不错 包括他现在打的不好 都是在这个差距 是吧 我们说能力强的 在最后这一击 会供不上去了 别再把这个 一球领先的优势来丢了 哎 球点要起过顶 又很威胁了 踢了 不知道怎么进攻了